周五 川普在白宫会见斯洛伐特总理时 宣布他与普京通了电话 谈到委内瑞拉局势 多边核协议 贸易 朝鲜危机 乌克兰问题 以及穆勒通安门调查报告等问题 让委内瑞拉人获得食物和饮用水 是川普关注的焦点内容 他重申 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实现权利的和平过渡 川普表示 普京就委内瑞拉问题的讨论 非常积极 川普说 双方还谈到美国和俄罗斯 在2011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是一项双边裁剪战略武器的条约 有效期为10年 将于2021年失效 川普表示 中共也应该被纳入核武限制计划 两人也谈到朝核问题 白中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川普再次敦促俄罗斯对朝鲜施压 推动实现无核化 至于穆勒通俄门调查报告 两人都清楚不存在串谋 对于左派媒体特意突出的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 桑德斯提醒 干预活动发生在奥巴马任内 川普政府在全力保障选举安全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桑德斯提醒 干预活动发生在奥巴马任内